大家好,腰粗肚子大,坠肉多不用怕。 今天我们用西红柿给大家做一道快速减脂餐,让你越来越瘦,越来越漂亮。 首先,我们来准备一对正在谈恋爱的西红柿,西红柿非常的美味。 又到了夏天了,西红柿是很多家庭爱吃的首选,尤其是爱美爱瘦身的朋友。 我们把西红柿放入大碗中,加入清水,把恋爱中的西红柿给它洗一下。 洗去西红柿外皮的脏东西,我们把西红柿洗干净,洗好后控干水分。 捞出放到案板上,先来给它对半切开,把当中的根地给它去除。 再来给它切成小丁,切得越小越好。 把它装入盘中,再来准备一对可爱的鸡蛋。 最近鸡蛋的价格便宜了,喜欢吃鸡蛋朋友不要错过。 我家老公一买就是好几十斤。 我们把鸡蛋放入大碗中,往鸡蛋的外壳撒入食用盐。 我们给它洗一下。 鸡蛋可以很好地杀菌。 也可以有效地去除鸡蛋的外壳的粪便和脏东西。 加入清水。 我们把鸡蛋给它洗一下。 把鸡蛋控干水分。 把鸡蛋打入碗中。 我们再来取出一双筷子。 把鸡蛋先给它搅散。 搅散后我们快速地搅拌。 把鸡蛋搅拌均匀。 调好后我们把鸡蛋放在一旁备用即可。 再来准备一小把的金针菇。 金针菇非常的美味。 夏天到了。 一年四季,我们都可以吃到金针菇。 冬天吃火锅。 夏天吃凉拌。 特别的美味。 我们把金针菇给它摘了一下。 放到大碗中。 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金针菇属于菌类性食物。 营养价值非常高。 把金针菇洗干净。 控干水分。 捞出。 把金针菇放到案板上。 把根地去除。 再来给它对半切开。 放到碗中。 我们再来准备一小把的菠菜。 菠菜属于绿色蔬菜。 不管是老人和孩子,平时要多吃绿菜。 绿叶蔬菜含微生素非常的多。 可以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。 我们先把绿叶蔬菜的老叶子和发黄的叶子给它摘一下。 平时我们也要荤素搭配着吃。 这样我们身体才会更加的营养。 我们把青菜摘干净。 放入大碗中。 加入清水。 把菠菜给它洗一下。 洗好后控干水分。 捞出放到案板上。 我们先把菠菜的根地给它去除。 把根地去除放在一旁留着给老公主水喝。 我们再把菠菜给它切成小小的段。 把菠菜放入盘中。 再来准备一张豆腐皮儿。 豆腐皮儿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。 豆腐皮儿属于豆类性食物。 不管是凉拌还是炒着吃都非常的美味。 我们切掉一半。 把豆腐皮儿放入水中。 先来给它浸泡一会儿。 浸泡可以把豆腐皮的豆腥味给它浸泡出来。 洗好后我们控干水分。 捞出放到案板上。 我们给它卷一下。 这样我们更方便切。 不喜欢吃条的话, 也可以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 把豆腐皮儿放到小碗中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口锅。 把锅烧热,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把豆腐皮儿加到锅中。 取出一个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 开中小火煮大约半分钟的时间。 我们的豆腐皮儿现在也煮得差不多了。 我们捞出放在一旁备用。 我们再把锅烧热,加入少量的食用油。 把鸡蛋倒进来。 快速地滑散滑散成。 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 我们盛入碗中。 我们再把锅烧热,加入适量的食用油。 把西红柿倒进来。 来翻炒一下。 把西红柿的汁水给它炒出来。 现在我们的西红柿也炒出汁了。 我们加入清水。 鸡蛋。 对豆腐皮儿。 金针菇搅拌一下。 菠菜和金针菇非常地好煮。 我们只需要简单地煮上三分钟的时间。 现在我们这个汤也煮熟了。 我们看一下。 哇,真的是特别的香。 营养又健康,非常地美味。 我们加入适量的食用盐。 加入少量的生抽。 简单地调一个味儿就可以了。 我们把它搅拌一下。 现在我们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。 我们把它盛入碗中。 哇,真的是太香了。 夏天马上就要到了。 又到了鹿肉的季节了。 很多励志要减肥的朋友。 不要错过展示自己的时候。 你就学我这样做。 多喝这道汤,每天一碗,保证让你越来越瘦,越来越美。 食材非常地简单,营养又丰富,简单又美味,一学就会。 并且会让你越吃越瘦,怎么吃也不感觉撑。 非常地好消化。 适合爱减肥,爱美爱漂亮的朋友,男人女人都适合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着做一下哈。 好了,朋友们,家人们,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,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,平平安安,健康幸福。 我们明天再见。